哈囉 要來跟大家分享這一款Black Design 台灣露營界的網紅品牌 最近推出來的小型裝備袋 很多Black Design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Black Design有一款比這個分析是大一點的 它是所謂一單位的裝備袋 這一款是二分之一單位的 就是小了一半 那它有什麼用處呢 我覺得它在露營的時候 很適合來裝一些小東西小配件 比方說我的餐具 或者是一些小朋友要玩的東西 都很適合裝在這裡面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很厚實 然後裡面有防水的設計 它如果表面濕掉了 其實水珠會凝結在上面不會滲透進去 然後它非常的厚實 所以其實碰撞的時候 裡面也會有很好的保護 然後你看它旁邊有兩個這種空間 這邊有空間可以塞東西 兩邊都可以塞東西 這個你也可以當做一個扣 如果有東西要掛著都可以把它掛在這上面 這裡也是 它都是有一些額外的掛鉤 可以讓你有很多的功能 可以搭配著使用 底下還有一個按帶 你可以放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你就把它放在這裡 因為在露營 在野外的時候你可能會跑來跑去 手機如果暫時塞在這裡 就不會避免遺失了 它這個還有一個皮質的提把設計 非常的好握 就是你如果東西中的時候不會勒到手 簡單就可以把它打開 好我們來看看裡面裝的是什麼 全部是小朋友的樂高 因為小朋友組好的樂高 在車上的時候他也很怕被撞到 然後有些時候 你用這個裝的時候保護性 各位可以看到這保護性很厚 保護性真的很好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按帶 可以裝它的一些說明書 它如果要把它重新裝的話 你可以把說明書放在這裡 容量也蠻大的 你看各種的樂高 都妥善的裝在裡面 而且在你交通的過程當中不會被撞壞 這就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一個breakdesign 1 2裝備袋的小小妙用